哈喽哈喽 欢迎收看豆官看电影 我是土豆 今天说一个你是 我的小可爱啊 皇冠给你带 啊 你要摸摸穿 啊 有人做的故事 继两个月前做的一期《洛莉塔》之后 又一部罗莉电影《我的小公主》 《洛莉塔》说的是与继妇之间难以启齿的那点事 《我的小公主》则是维奥丽塔与亲母反目成仇的故事 维奥年仅十岁 经本斗鉴定 软蒙罗莉一美 他有一个一出门就是个把月 回来亲一下女儿就继续出门的假妈 以及八十高龄的外曾祖母 也就是妈妈的奶奶 爸爸和爷爷哪儿去了 本片并未提到 不难看出这个家庭是病态的 小维奥丽塔终日见不到母亲 自然和渴望得到母亲的宠爱 但不得不说这是个假妈 直到有一天 朋友送给假妈一个照相机 俗话说摄影穷三代 单凡毁一生啊 这个本就病态的家庭 就被这么一个照相机给毁了 假妈看上了丽塔的年轻 也看到了艺术 名誉和金钱 在跟她招手 她开始让小丽塔当自己的模特 终于得到假妈宠幸的小丽塔 那个高兴啊 摆字是摆到魔障 应了段小龙那句 不疯魔不成活 不过这份工作并不好做 开始丽塔穿的还是比较保守 后来假妈对她的要求 只有四个字 拖 麻溜的 这个拖也很讲究嘛 有些人拖的是AV 有些人拖的是艺术 作为一名宇宙知名的摄影艺术家 为艺术献身是一件多么荣幸的事 哪怕是为艺术献出自己十岁女儿的裸照 也是可以原谅的吧 丽塔开始是拒绝的 但不拖就得不到假妈的关心啊 就这样 这个十岁的女孩一拖成名 上了各大杂志封面 还上了头条 王峰表示无话可说 就这样 假妈用丽塔的照片赚了一些钱 在最后被社会谴责 自己将被取消拥有对丽塔的抚养权时 还把照片卖给了出版社 赚了最后一大笔 你说这是亲妈有人信吗 小维尔丽塔也从对假妈的渴望 到质疑 再到最后的反目成仇 而假妈一直挂在口中的那句 我爱你 我爱你 也开始让你听了想打人 丽塔也曾跑去向司法机构 控诉自己的母亲 将自己裸照 卖给出版社 不过并没有什么卵用 头条她是上定了 你可以把假妈判定为 本片的大反派 但她绝对是个够纠结的反派 本片的结尾有个小高潮 假妈其实是她母亲 和她外祖父的不伦产物 这也解释了开头中提到的 为什么假妈的祖母 把假妈的妈妈赶出家门这件事 是环境孕育了这样一个母亲 同样解释清楚的 还有假妈为什么很鄙视男人 关系有点乱 捋不清楚的慢慢捋几遍 本片建议仔细观看 毕竟是导演的处女作 而女主之一的丽塔 又是个那么小的孩子 电影有些地方的表达力 并不是那么的强 不过故事倒是一个 很吸引眼球的故事 这个罗莉是真的摇 虽以洛莉塔为原型 摇艳程度却丝毫不弱于洛莉塔 本期的豆瓜看电影 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土豆 祝您生活愉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